一百一的时候是全球瞩目的巴黎气候高峰会 而台湾几乎每一年的气候高峰会都会参与的企业是台达电子 台达电子的创办人郑崇华 他是一位流亡学生 当时他的叔叔带他来到台湾 以为只来一会儿就可以回去 他原来是福建当地福州的一个学生 他和母亲道别的时候 永远没有忘记那个画面 后来叔叔离开他 他就一个人在台中一中半饥饿的半求学的 完成了他的学业 念了成功大学后来创业 创业成功之后 台达电子正重化创办人 从来没有忘记他苦难的童年 以及他对这个社会应该赋予的大地的责任 他非常相信绿色跟如何保护地球这件事情 他很关心全球暖化的议题 几乎每一年的气候高峰会 台达电都希望能够参与 台达电的基金会也几乎每一年都花一定的预算 制作了一些重要的展览 在去年我们曾经报道是水逐击 那么今年在巴黎的气候高峰会 由于过去这家企业长期的努力 以及每一次在气候高峰会里头 所做出来的在当地人们所肯定的一些各种的角色 今年他们受邀到巴黎大皇宫展览 而且展览的这次的标题就是建筑 作为绿建筑来讲 台达电子刚好交出了他自己的工厂是绿建筑 他所帮助的学校 巴巴风在的学校也是绿建筑 总共有21栋 我们在台达电子出发 去参与这场巴黎气候高峰会之前 特别专访了台达电现在的执行长 最能感知市场水温的企业 往往在巨大灾难来临前 最有能力站在第一线 近来接连注资拍摄 并推出两部关怀环境生态影片的台达电 在台湾算是节能减碳重视环保的标杆 2014还以半年时间推出水足基展 关心台湾和全球缺水的问题 他们自诩为涟漪 呼唤美丽的力量 从2007年开始积极参与 每年年底在全球各地举办的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 提供暖化最前线的讯息 且在2012年成为UNFCCC的正式观察员 2014年首度举办周边会议 分享纳玛夏民权国小绿建筑的重建经验 还获得国际间高度的回响与肯定 2015 这个全球气候最剧烈变化的一年 无论是美国国家气象级大气总署 最新资料显示 全球陆地与海平面温度 以足足比20世纪均温 高出摄氏0.85度 创下135年来 1月到9月新高 还有超级声音降临 导致各地天灾频传 加州干旱 南美好雨 无疑不是在敲响末日景中 正当大家引颈期盼 年底巴黎的COP21 台达店再次让外界看见 他们八年努力有成 今年12月台达要带的 21栋绿建筑 到巴黎大皇宫做展览 其实我们希望的是 让每一个来参观的民众 可以胜利其境地感受到绿建筑 而不只是一个静态的展览而已 所以我们会运用投影的方式 用大规模的投影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建筑之美 为了要让投影效果更好 所以我们搭了一个像帐篷一样的一个结构 那它的整个造型呢 会是依照由郭英昭建筑师 为在八八风灾之后重新搭建的 纳玛夏明泉国小所设计的这个图书馆 这个造型呢 它其实是参考了原住民的高角屋的造型 那也搭配了当地的一个曼陀罗花的一个设计 所以是一个很漂亮的绿建筑 我们希望可以让所有的民众 在绿建筑里面看关于绿建筑的展览 地点所在的大皇宫 是法国1900年用来迎接万国博览会的历史建筑 过去仅容许当地国际精品进驻展演 这回因应COP21首次出界给林选出来的企业 本来是企图已充满力量美感的钢骨 现代主义的透明玻璃 迎接无所不在的自然天光 创造独特的节能环保氛围 但对于投影建筑的台达店来说 却无疑增加了布展的难度 这个曼陀罗花造型的展馆 受限于巴黎搭建时间仅有两天 台达店10月初 特地选在台中一中 也是创办人郑崇华的母校进行试搭建 这里是孕育台湾政商艺文界精英的摇篮 更是郑崇华来台湾的第一个家 当年修复还是他亲自绘图 本来已经刻意保留了 日剧时代传统的大垮剧梁柱 和自然采光通风的设计 但如今要塞下这个高七公尺的庞然大物 似乎仍显得有些勉强 其实很多硬体跟软体的整合 当它是一个特殊规格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就好像做一套高级定制服一样的辛苦 那不但是这个硬体它本身的这个造型结构 都要能够支撑之外 那软体在这个影像的画面上面 也必须依据人的视角去还原 然后做很多后端软体的重制的工作 台打电以一种戒慎恐惧的心情 面对这场极有可能是1997年12月 京都议定书签署以来 全球最重要的气候变迁大会 说实在的我们以前也没有办法想象 对 联合国气候变迁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节能的东西 那这也有什么关系 那可是一步一步一步 其实都是每 这跟我们在做工厂的这个持续的改善 有点类似 就是其实都是一点一点一点 一直累积起来的 让人家也慢慢认同我们 然后我们也有机会 能够再多做一些 能够有多一点的曝光 能够多一点的展现 我们的一些 一些想要展现的东西 他是郑重华之子郑平 华尔街日报曾用延迟退休17年 所等待的接班人选 但养俠出身 接班三年 却能替公司一年多赚120亿 市值翻倍达4100亿 让台达隐约而成台湾电子五哥 如今在成为对抗全球暖化的企业先锋 郑平认为也只是延续父亲 实在的力量而已 其实我们在做东西是蛮实际的 就是说环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然后对别人有什么好处 怎么把产品变成解决方案 因为做Total solution或者做品牌 它必须具备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能力 那这些能力是我们要去 逐步去建立的 相较于部分企业追求获利 不惜造价篡改数字 台达作为上市上贵公司 把很多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 免不了要面对股东的压力 但他们却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让基金会走在前面 投入一波波创新 对于事业体也不是说毫无注意 我们拿自己来当pilot 就是拿自己来当第一个白老鼠 先做 如果我们自己做的觉得不错 它可能会变成我们的商机 会变我们的新的事业单位 好多有可能 从昔日的零组建代工厂 转型到系统整合解决的供应商 如今台达已然成为 全球最大电源供应器的一份子 当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戏份增加 也不断要求自己要承担责任 前进巴黎等点大皇宫 相信只是一个开始 艾菲尔铁塔最近换上了绿色新装 且这些投影其上的数 最后都将真实落土 面对即将召开的COP21 各方努力也汇集智慧 从企业到个人 我不期待替地球的未来 争取最后一线生机